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是講信心、聖靈和正神的道 中間一點就是因為太多東西 所以點了它,待會會講 在未講之前,我想講一個故事 真人真事 在很多年前,我想有十幾年前 當時江壽琴牧師會來香港祝福我們 講到內在生活、謙卑等主題 當時是非常厲害的 在烏溪沙住四天三夜 接受一個密集的訓練 然後有很多見證、操練 我記得那次一進去,就是颱風天 三號空球類似,都是在前兩天 都是這樣 就是三號風球 晚上就會八號風球 會打一夜一夜 因為其實有很多人都未進來 我們也有些童工未進來 因為烏溪沙,如果八號風球也要關門 是不是要趕我們離開呢 大家就很緊張 江姐就很好,在台上很激動 就說,我們要趕走台風 然後就帶著全場幾百人 一起要宣告風 耶穌阿明,我們叫颱風走 然後全場是非常激動的 就這樣去宣告的時候 我真的很真實地 當大家都指著天,叫颱風走的時候 我就指著我自己的心 主要叫Vicky的不信,走 叫我裡面的疑惑走 因為颱風已經來到香港的上空 我不知道怎樣叫他走 真的很真實 但我又很生氣自己沒有信心 因為幾百人都很有信心地叫他走 但是我就沒有信心 所以我要認罪就是 哎呀,我真的不信 所以我對著我的心 說不信,請你走 結果就是百合風球仍然來了 但是很感恩,最後我們都順利完成了 感恩就是 百合風球沒有走 但是烏溪西也沒有叫我們走 我們就可以安全地留在營地 直到聚會結束 我覺得那次也是我一個很大的反省 原來當我們叫外在不可能的東西 走之前 是不是真的叫我們裡面的不信才走呢 我呢 很多人都很想去經歷改變 或者去你的處境改變 其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真的很容易 跟我們信耶穌的歷程一樣 所有事都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要信心 跟聖靈一起跟正神的道 就可以了 我們一起去讀羅馬書八章十四到十七節 我們請一下May幫我們讀 好嗎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 都是神的兒子 你們所受的 不是勞捕的心 仍舊害怕 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 因此我們呼叫 阿爸、父 聖靈與我們的心 同正我們是神的兒女 既是兒女便是後子 就是神的後子 和基督同作後子 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這個也是羅馬書會說到 就是我們信主的一個歷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過 這裡也在說 其實我們是一個害怕的心 一個勞捕的心 一個外人的心 我們叫做外邦人的心 為何突然間 你會覺得自己是神的兒女 不是頭腦上面的 有很多人都經歷過 突然間他會感受到 很清楚知道自己是神的兒女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其實我們的心 發生了甚麼事 原來是很簡單的 原來你有信心 然後聖靈就跟我們的心 一起同正我們神的兒女 在新舊約也是這樣說的 只要有兩三個人同正 那件事 那個真理 就會定準 就會發生的 我們下一張 其中我們抽了 馬太福音一節的經文 其實整個新舊約也是這樣說的 只要你有兩三個人同正 那個真理就會發生改變 在你的心裏 聖靈就會在你裏面 就會發生改變 在外在的事裏面 會發生改變 其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很容易的意思就是 只要你有信心 那你跟聖靈就是兩個了 兩個呢 因為我經常都說 在天上法庭 你就贏了 只要你有兩個一起 同心、同正 那你就立刻改變 你由一個勞搏的心 立刻就轉了 可以快到這樣 那就很容易了 整本聖經 放在這裡 你逐句這樣同意 就發達了 是不是 即是當神說 按著祂榮耀的風符 風風風風風祝福祝福你 阿神 接著聖靈跟你同正 哇 那些錢就給你了 其實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 有什麼這麼難 信心 有什麼這麼難 一信 一在天上法庭 一同正 搞定 但是 往往 神就去 責備我們不信 耶穌又會責備我們不信 有一句經典 就在希伯萊書四章 大家看看這節經文 不知《希伯萊書》的作者是誰 總之神透歌 作者說了一句說話 因有福音 傳給我們 好像傳給他們一樣 只是所聽見的道 和他們無益 因為他們沒有信心 和聽的道去調和 就是這樣 神說祂會供應的 然後 你就看著祂的道 祂的祝福 然後 沒有信心 沒有信心 就被神去責備 為何你沒有信心 神的道已經說了 祂的祝福已經說了 是這樣做 你只要一信就完成了 這裡就說到他們 其實那個他們 都是在說我們 即是信主的人 這群他們是甚麼人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 他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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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看聖經 看上文下理 希馬雷書 提到三章 這群他們是甚麼人 這群他們是 起不是跟著摩西 從埃及出來的眾人 他們四十年之久 又厭犯罪 起不是那些 犯罪屍首島 在礦野的人 其實這群他們 其實就是那群 以色列人 那群離開了埃及 一直在礦野 然後摩西 過了紅海 然後在礦野 大家都知道這些故事 十次去試探神 一會兒又說沒有水 一會兒又說沒有食物 一會兒又埋怨 有很多投訴 我們作為信徒 我們都會很紛爭 你見過紅海分開的 我們自己說到 也罵了很多次 為甚麼 以色列人這麼沒有信心 我們不可以像他們這樣 我們不可以像他們 這麼沒有信心 我們已經 經常都 看到神的神職 我們也信不到 為甚麼會這樣 其實這道集備 也不只是以色列人 其實也集備我們 經常說我們沒有信心 我們也很生氣自己沒有信心 當我們的領袖 或者我們的弟兄姊妹 經常說 你憑信心 你憑信心就會跨過 憑信心就可以進入神的祝福 應許 坦白說 理性也好 或者真理也好 我們都知道神 凡事都能 我都知道神 可以趕走颱風 絕對 神一定可以趨散颱風 不是沒有發生過的 這些神職一定出現過的 我又不是不知道 我要跟聖靈合作 要相信 要信心 我都知道這些 我又不是不知道 神的道是永恆的 祂說的話都是真理 我怎麽可以不相信呢 究竟 發生 那麽問題發生去哪裏呢 為什麽經常都信不住 經常都失敗 我很想鼓勵大家 今天 我講完這篇道之後 我特別很想鼓勵 一班牧者 我們就是 要有一個 我自己有一個悔改 或者是我們要有一個 不一樣的態度的心 當我們經常都去鼓勵 弟兄姊妹 要憑信心 要依靠神 要依靠聖靈的時候 我們其實欠了一步 我們要多一步 幫他們 然後再進入那種 憑信心去行出 神的道的力量 我想說 問題出在哪裏呢 就是那個聽見的道 聽見的道 並不是它有問題 而是我們很多時候 看神的道 看得太平面 或者太表面 太簡單 當我們去 鼓勵人 你病一定會得醫治的時候 我們其實沒有考慮多少少少 我很想說 神的道是怎樣 我們知道的 神的道 永恆的道 它一定是對的 一定是對的 不過我想說 整本聖經裡面 神的道 往往 都是放在 context裡面 放在一些情境裡面 形容的道 往往都是一些倫理的情境 甚至是一些生死抉擇的情境 那什麼意思呢 我也知道 我們要孝順父母 但是那個情境是什麼呢 那個情境是 你爸爸媽媽是家暴你的 你爸爸媽媽是爆炸得很厲害的 你爸爸媽媽經常都遷就了人 你爸爸媽媽是弱打你的 你是要在一個這樣的情境裡面 去應用神的道 我要孝順父母 是不是單一這樣 用應用一個道呢 不是的 為什麼我們就是要看整本聖經 在很多的情境裡面 去應用神的道 就是這個意思 有很多的原則 交叉這樣去使用 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 有一個從神而來的智慧 我也知道 病得醫治的 我也知道 神是給我們健康的 但是你痛到死的時候 你每天每天都睡不到 在一個這樣的情境裡面 你怎樣 你怎樣 用到 神是給我健康呢 我怎樣信得到呢 我怎樣可以 跟神的道去調和呢 我也知道要拾一奉獻 真的沒有錢 怎樣拾一奉獻呢 很多時候就是這些Logos 和Reymar的掙扎 所以當我們去看聖經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理會那個 context 不理會那個情境 這樣抽離了現實世界的一個道理 聖靈就是那個道可以成為活潑的道 可以教我們在這個情境裡面 如何形容 去回應的一個安慰師 保慰師 當我們去看很多的書信 例如以忽所書那些 看很多的倫理 那些我們都覺得 現在我們都很容易 都知道 要夫婦 要相愛 要彼此順復 尊榮 父母要愛自己的兒女 要孝順父母 父母不要惹兒女的氣 主人和仆人 要尊榮 愛的關係 順復的關係 之類的 當我們去看這堆東西的時候 來抽離 好像中國人那些五輪 很容易而已 但大家要去放回 在羅馬時代 在一個奴隸的時代 是一個當時受盡迫伯 如果你信了耶穌之後 你父母怎樣對待你 如果你是奴隸的話 主人怎樣可以當奴隸 是自己的弟兄 在一個這樣的處境裡 彼得詞書一樣 是順復人一切的制度 很多的倫舍是迫伯你 是壓抑你 是去砌你 去告你 在一個這樣的情境下 如何去應用這些倫理的原則呢 所以 弟兄姊妹 特別牧者 我也很想鼓勵大家領袖 要放道 在一個處境裡 去幫助我們的弟兄姊妹 我們說回剛才那裡 都會覺得 他們就是以色列人 他們走在抗野裡 經常埋怨 十次試探神 就是剛才所說的 希伯來書的作者去罵 為甚麼你們的信心 不能夠跟神的道去調和呢 你已經見過這麼多的大成績 你都信不到呢 我們便會想 喂 知不知道呢 如果我用這個 放在一個 context 裡面 放在一個情境裡面 我們便會說 哇 以色列人 在一個很差的環境裡面 在抗野 今天放在你的抗野 四十年了 試一下 憑信心了 我們一起去抗野 四十年 試試 信心 四十日 都還可以的 四十個月 不知道行不行 我們便會覺得 哎 神做甚麼事 這樣罵人家 經常說人家沒有信心 不知道我們的困難嗎 不知道我們真是乾旱的嗎 不知道我們不能吃的嗎 為甚麼不擁抱我們呢 不能在困難裡面走出 我們相信神會供應食物 供應水 供應暗春 為甚麼不諒解我們呢 我們有很多困難的嘛 明明沒有錢 為甚麼會 要我走出信心 十一奉獻 香港現在混亂 留在香港真的很難 很辛苦 我們 憑到信心 即是要走 又或者小朋友 在香港讀書 我現在很擔心他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要和他一起 帶他去一個好的環境 讀書 為甚麼我不能憑信心 這樣罵人家 神是否真的 真的不擁抱我們 不體貼 是否這樣呢 我想解開 希伯萊書四章 這一段的經文 究竟我們憑信心做甚麼呢 我也想請 我們記蒙流下 有進入他安息的應許 就當畏懼 已得我們中間 或有人似乎是講不上了 因為有福音傳給我們 仗傳給他們一樣 只是所聽見的道 與他們無益 因為他們沒有信心 與所聽見的道調和 但我們已經相信的人 得已進入那安息 正如神所說 我在老中起誓說 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 其實做物之工 從創世以來 已經成全了 原來 在一些很困難去行使神的道 這個環境神不是不體貼我們 他不是要以色列人說 為甚麼你們不可以憑信心 立即相信我有成物 為甚麼你不可以憑信心 立即相信我能夠供應水 為甚麼你不相信 我可以走過紅海 我亦可以立即帶你到應許之地 不是說這件事 而是為甚麼你不可以安靜 為甚麼你不可以安息 為甚麼你這麼急 為甚麼你到處走 為甚麼你自己找辦法 為甚麼你害怕得這麼重要 為甚麼你自己不斷亂做決定 我覺得 如果是這樣 這個憑信心 不是很難 聖靈除了會跟我們同正神的道之外 其實我們憑信心 聖靈和同正 可以帶我們進入安息 就算環境很危急 很恐怖 很差 但原來 我們都可以進入一種 出人意外的平安 所以當我們 很多時候 鼓勵人 快點憑信心 的時候 請大家鼓勵他 或者跟他一起祈禱 憑信心 進入安息裡面 如果是有這一步 大家是否會比較容易些 可以做得到呢 神話一定做得到的 所以才會 說那些意識列人 為甚麼你們 吵吵閉呀 為甚麼你們 走來走去呀 為甚麼你們不斷亂摩西呀 是罵這件事 不是罵他們 為甚麼你們不馬上 就相信我的供應 有一個經文 是很有名的 我們經常都讀的 好 下一張 集備我們的是 為甚麼我們分亂裡 沒有憑信心 進入安息 我們便 憑信心進入安息 有一節的經文 是很多時候都會用的 以錯學書這個 我自己讀一下 好 主義說 如此說 你們得救是歸回安息 你們得力 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警不自狠 你們卻說 不然 我們要騎馬奔走 所以你必然奔走 又說 我們要騎飛快的生口 所以追趕你們的也必飛快 這裏也是有一個情景 有一個 context 其實是 當時 或者是 我也很佩服 一些舊約的子民 其實 我們今天 憑信心 我們都是面對 一些倫理處境 或者一些 生活中的困難 但是他們正在說生死 他們正在說大軍壓境 那種 神都仍然要求他們 要憑信心進入安息 更何況我們呢 這個情景 是當時阿術大軍南下 壓迫到耶路撒冷 希西嘉 當時有另一個大國 就是埃及 希西嘉 王 他也沒有信心的時候 在群眾的慌慌下 就依靠了埃及 詳細的大家可以自己再讀 但是Letson就去說他們 就說 你知不知道你得救 是歸回安息 得力 在乎平靜安穩 你們就不肯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都沒有讀下一句 其實我們是不肯 不肯 你越亂 你越奔走 越到處走 你後面追趕你的邪惡 那些恐嚇就越快 就跟著你 追著你 你就越奔走 所以我們得力 是要在乎歸回安息 歸回平靜安穩 這個就是看到 大衛和蘇羅 一個很不同的地方 如果大家都記得 大衛在 《洗甲拉》 《薩摩爾基》 都有這些故事 就是在駕駛被人拿走 搶走的東西的時候 大衛很焦急 很焦急 但是下一句 他就說 他依靠神 心裡堅固 究竟怎麼可以做到 由焦急 還是心裡堅固 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會面對的處境 很焦急 但是我們不會亂 我們不會亂做 決定 我們要回去 平靜安穩 以靠神的力量 但是蘇羅 就不是這樣 大家都是面對 非理事人 面對那些 惡人 敵人 但是兩個王 的反應是很不同 就是 這裡很好 就是大衛 看到 大軍壓警 或者搶殺他的東西 其實他也是會 很緊張 很擔心 很憂慮 但是他 裡面 是進入了安息 但是 蘇羅 就不是了 面對非理事人 有三萬的車 六千的馬兵 好像沙一樣 其實你看到這些場面 是一定會害怕的 你問大衛怕不怕 大衛一樣怕 沒有信心嗎 其實大家一樣沒有信心 但是裡面那種 依靠神 最後一種堅固 和一種安穩的裡面 這個就有不同了 裡面 我們叫做 心理質素 進入到一種安穩的裡面 就很不同了 我自己的經驗也是 發生了很大的事情 我的反應通常不是 怎樣解決 我是 怎樣祈禱 我的反應是 怎樣祈禱好呢 怎樣可以祈禱 令到我裡面是平安呢 我想起耶穌 在風浪裡面睡覺 可能 這個也是一個預表 叫我們在風浪裡面 可以安穩 想說一些見證 有一個經歷是 我人生裡面信主以來 其中一個 比較震撼的神職 我記得是 那時候在武會 我帶了一群長青 一群長青 一群長青的領袖 他們邀請我 去帶他們去退休 有些教導 我們去了 鯉魚門道隔村 如果大家有去過鯉魚門道隔村 如果大家有去過鯉魚門道隔村 他們有很多山坡 走來走去的 你從吃飯那裡 去到你的功能房 走很遠 可能兩三個字 我記得那次吃完飯 下午就會有一個小聚集 我們有教導 分享 我們從吃飯那裡走走走走 有說有笑的 突然間走到功能房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領袖 我想他六十多歲 六十多七十歲 六十多歲的一個長青領袖 他突然喊 尖叫 他很痛 我很痛 很痛 我知道什麼事 我們說什麼事 他就說 他原來做了一個手術 就是不知道他的骨頭有什麼事 就會傷了一些鋼管 進去他的骨管裡 骨管裡有支鋼管 他就說 插了出來 插了出來 插住我的肉 很痛 然後我說 怎麼辦 我很害怕 怎麼辦 會不會插穿的 很痛 我也覺得他很痛 我說不要緊 我們快點進去功能房裡坐下 現在是不是要報警 我們快點叫白車 大家都應該要這樣 然後我就跟 我忘記了當時哪個領袖 總之我就跟自己說 Ricky 理性點 這些事不要那麼熟靈 很大件事 知道嗎 一定要叫白車的 然後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 因為他真的痛到 是典床典隻 然後 我就說 駁一鋪 好 不要緊 我們用幾分鐘來祈禱 能不能夠 我們快點叫白車 然後 也要理性一點 依靠神 但裏面都要說 理性一點 理性一點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 令到 展輩 這麼受苦 不斷填 如果我們沒有信心 快點叫白車 然後 因為 《得力在乎平靜安》 找過一句經文 就是那段時間 我也是領袖的經文 所以 我就突然覺得 哼 就是 得夠 歸回 安息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我們先不要在這裏典 不要在這裏宣告 因為我們沒有進入安息的裏面 所以 我們就不要現在 在這裏祈禱 我們一定要先搞定安息這個位置 於是 我們就坐在這裏 我們現在幾分鐘 我們嘗試祈禱 到時看看神有甚麼做 我們先決定叫白車 我們會叫白車的 放心吧 姐妹 然後 我就說 我就有個意識 就是 謊言祈禱 是帶來一種超自然的安穩 所以大家有謊言 快點用謊言祈禱 大概有十個八個領袖 坐在這裏 大家真的很乖 立即 謊言祈禱 我們一起謊言祈禱 幾分鐘 我就說 請大家 如果誰謊言祈禱到一個位置 你覺得是平靜安穩的巨手 那裏大概 有十個八個領袖 他們就不斷謊言祈禱到一個點 他們覺得安穩 他們就舉手 他們就舉手 差不多大家都舉手 我說 好 現在我們有安穩了 我們開始做宣告 我們開始祈禱了 大家就祈禱這個姐妹 祝福神来医治祂 去恢复祂 叫祂不要痛 突然间 又过两分钟的时候 大家在宣告宣告 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我说姐妹怎么样 她突然间站起来 然后说我现在不痛了 真的吗 神迹发生 发生什么事 姐妹就说 刚才你们祈祷的时候 耶稣在我面前出现 然后他割开我的肉 然后将那个钢管 放回它的骨头 然后埋回那些肉 接着我就不痛了 哇 真的 接着她说 你看看 她走来走来走来 我没事了 赞美煮啊 得了 太好了 然后我们就继续聚会 没有扩发车 然后就一直继续聚会 然后第二个礼拜 有长青的崇拜 她也上了台去做见证 是很感恩的 如果你想给我们一点掌声 我们的神 我们 多谢神做了一些很奇妙的工作 我再说一个见证 说一个见证就是 就是两年前我爸爸过世的 那天 就是很少是我星期三之后 因为那时的星期三之后 就是我们同工开会 但是很奇妙地 就是我刚刚去完新加坡的旅程 有一个旅程去完新加坡 需要有个休息 那天早上就留在家里 就是我 我有个姐姐 还有我妈妈就在家里 我爸爸就习惯了每天早上都会去喝茶 然后就回家了 那天我已经听到她 哇 很大声 在咳嗽 然后她就在喝茶里来出来 回到家里 就看见她已经细色不错 面色也变了 然后想嘔吐 想透不出气 然后我们就 一直 其实我就是 不断祈祷 了 后来就感恩平安中 就不肯這麼懷疑爸爸 說你看著我啊 不要暈啊,不要睡啊 然後到最後大概十五、二十分鐘左右 他就已經看到他應該是沒有呼吸 整個人暈了 然後救護車來到 當場其實也不做急救 他們應該有一個判斷 去到醫院才證實 他已經離開了我們 主要已經接走了 很多理性的話都會告訴自己 或者我們彼此都會說 爸爸不用受苦 都是好的 我很記得那一天 那一天是這些大事 每一個細節都會記得 有一個警察來 因為在家裡離世 又要重述那件事 其實裡面是反應不到的 我想跟親人病了很久 然後你可能有一個預備 又很不同 那也是對我們很突然 雖然他也很年紀很大 九十幾歲 很多理性都會鼓勵自己 提醒自己 不要太傷心 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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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捨得這麼簡單 而是責備自己 就是說 你幫不了他 你幫不了他 你不懂得急救 如果你懂得急救 就好了 就沒事了 那整晚其實真的 血淋淋的 血淋淋地控訴你 我記得第二天 睡不著 然後癱瘓了 有一個感覺 就是我這種癱瘓 是半年了 當時有這種 好像有一種 叫做沒有信心 你不相信神醫治你嗎 那種 但是真的不行了 放在那裡 是不能動的 那開始 就要進入去跟聖靈一些對話 她說了一些很好的話 例如 你爸爸沒有離開 其實她的生命在你們裏面 其實她的精神 或者她的傳奇 她的傳承 她的傳承 沒有離開 她是在你們的生命裏面 每一個都有她的DNA 就是聖靈開始 開始跟我自己去對話 那我就真的很感覺到 開始 我比較動得了 開始動得了 這樣 但是奇妙的事發生了 就是 我們的靈 我們的聖靈 她真的讓我們安息給各位 我記得那一晚 就 都是 睡得一般 開始睡到 敬拜隊可以 開始 睡到 但是很奇妙 我以為我會癱瘓半年 但是隔一天 突然間 我還記得這些場面 我爸爸怎樣走 她怎樣辛苦 我幫不到她 但是好像一個遠古的故事 好像遠古的一個記憶 不是我不孝順 也不是我不去想 但它真的是遠古 我的感覺就是 耶穌的補血 它逃沒了 逃沒了那些控訴 不是說 覺得 我做得對不好 而是 它真的 將我裡面 那種 對自己很深的自責感 和痛楚 有一種很深的逃沒 精靈 在我們家裡 都做了一些很平安的工作 隔了一天 我媽媽就開始講見證 而且我媽媽說 其實我很害怕一個人 很害怕一個人 從小到大都很害怕一個人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爸爸走了之後 我不害怕的 這件事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可以成功 開始我們就活動了 慢慢可以活動 活動 開始我就 很快很快 有一個 完全的復原 不是時間衝淡一切 絕對不是 絕對是聖靈的工作 所以我很想鼓勵大家 當大家說要去憑信心 行出神的道 中間特別發生這些很大的事 或者一些很難解決 很難憑到信心的時候 中間我們是不是差了一點 就是先進入安息的裡面呢 神說 揭力和信心 只是進入安息的裡面 不要自己到處去握 到處去撲 到處去想辦法 進入安息的裡面 我們來回應主